好 那么这一次性骚事件爆发之后 也让黄子娇的演艺失业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手上的代言是一一喊咖 而日前才替司法院国民法官拍摄了开箱影片 在事情爆发之后 司法院表示相当的震惊 也发声明说将暂停合作 另外黄子娇本周三在交通部观光局的记者会 现在主持棒也遭到撤换 眼看着受到了重大的重挫 而同样在主持界发展多年历经 还有歌手谢和弦 听到消息之后都大感震惊 前一天才被问到 一人又胜卷入性骚风波 黄子娇还满口爸爸惊 没料到隔天自己也深陷风暴 还有网友翻出过去黄子娇在节目上的感叹 将近三十年还在台上 还有机会跟大家说话 就一个字 熬每个人生都得熬 熬出属于自己的鸡汤 好不容易熬出主持好成绩 但良好形象却因性骚丑闻彻底崩坏 满手代言也一一喊咖 司法院曾邀黄子娇拍摄国民法庭开箱影片 在这次丑闻爆发后司法院表示震惊 也严厉谴责性骚行为 暂停跟黄子娇的合作关系 另外他原定本周三主持交通部观光局旅游节记者会的主持棒 也惨遭撤换 眼看黄子娇坠入低谷 不少艺人也相当震惊 之前我大麻事件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直讯息给我 演艺圈只有他一个前辈这样一直关心我 所以我现在有吃一个黄子娇 谢谢他 因为演艺圈我觉得能让我尊重的大哥不多 我就尊重黄子娇先生 我就做错了 不要再砍脱别人 没有意义啦 年轻犯的错 努力的去寻求别人的原谅 还是禁告所有的演艺圈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 就是我们要做的是榜样啦 黄子娇几十年的演艺生涯 不料却因为性骚丑闻大大重挫 谢谢中文报道